劳动部明年将启动修法放大薪资揭露门槛 经常性薪资没有达新台币5万元都需公开薪资范围 劳动部推估调到5万元后可以涵盖9成的出任人员职缺 希望借此保障出任人员的薪资溢价能力 不过劳动部根据统计薪资揭露上路6年以来 总计受理440件民众检举案 开罚55件开罚率只有12.5% 另外也有专家分析提高揭露门槛的措施有局限 台大国发所副教授欣秉龙认为 政府不该把这当成解决低薪唯一的政策目标 而是让低薪足降低生活负担 人力银行也认为薪资揭露提高到5万元 很难有多大的帮助 求职的产业类别、公司规模、职务内容 以及自身竞争力才是决定薪资的关键 低薪改善效果恐怕有限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中文报道